哎 距离上一次的器材分享时间已经有小半年时间了 那这段时间呢我们也吸取了不少小教训 用上了更加适合工作流的新设备 那这一期视频就比较适合新人UP和电子炸菜 那我们总结一下我们踩过的那些坑 像是滑轨啦 灯棒啦 还有麦克风啦 有希望的小伙伴们可以点击下方的进度条自行跳转 事不宜迟 我们开始吧 首先呢 是这个滑轨啊 我们之前用的是这种大滑轨 本来以为激情拍摄需要壮硕的技材 一寸长 一寸强 事实上呢 每次用这个大滑轨就要消耗一个小助理 来回两次就直接躺下来了 直接绑定一个脚架呢 又十分占地方 最让我头疼的还是这个滑动 而有时候呢 就不大丝滑 一开始用呢 是很流畅的 一段时间之后就不大行了 后来还是到洋葱工厂淘了一只电动滑轨 但是这个价格 嗯 还是有点小贵 年轻人嘛 买个小的就可以啦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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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巧克力SE这个大小 价位还是蛮合适的 拍小物件十分舒服 上下左右都很丝滑 下个APP 想快就快 想慢就慢 我们之前呢 还买了一个名将的微距镜头 像之前的70麦部分人的画面都是用这个拍的 当然我们还尝试过用这个滑轨拍摄星空的画面 虽然形成有点短 但是还是可以拍出不错的画面 有钱了一定要老板画一个更长的巧克力Pro 接下来就是这个麦克风啦 不少小伙伴们应该看到过我们粒子小姐姐在BW的直播 那我们当时直播就遇到了不少问题 因为是用手机直播配的是这种需要供电的麦克风 这电量哗哗就流走了 导致我们只坚持了两个小时就用完了电量 而且我这一款直播的手机是1加11 它没有3.5毫米的外星科技 麦克风就占了充电口 嗯 就没有地方充电了 回来之后呢 就火速购入了这一套新的麦克风 Malada X5S 这种自带供电的麦克风还差不多嘛 而且自己还有内存录制 手机相机没电了还能录 好家伙 是难服附体的呀 最后呢 是灯棒 之前我们在淘宝上随便淘了几根灯管 没想到没用多久就完蛋了 接口灯管能坏的地方都坏完了 那这个呢 就是当时的订单 目前能用的就是这种小方块灯了 还好洋葱工厂接接了我们一下 送了我们一根灯棒试了一下 那这一根洋葱能量棒在显色和亮度上都很不错 稍微大一点的场景都有很明显的光线补充 扫光面光都能把控的很到位 还有磁吸放在一些够不到的地方 当个补充光源也不错 那基本模式就够用了 有些还能模拟一些特殊的场景 好了 现在就是读评论话节了 有不少朋友们给我们留了有趣的问题 像是这一个 还以为是狗妹众里依莎 孤雁大美女长得很像日本的女演员仲林莎 谢谢宝子们的夸奖 我去看了一眼网上的点击卡的 真的非常漂亮啊 有机会的话我会还原场景和浮华道 尝试cost一下 10天了 怎么还没有我前奄奄的新视频 生产队的驴也不敢这样歇呀 这个事情是因为有很多原因了 更新办关于很多的方面 我们工作室的小伙伴们也会继续加油努力的干活的 孤雁赶紧退位 让栗子来 栗子打扣打扣 栗子好可爱好漂亮 老顾直播也是蛮辛苦的 以后视频就让娇娇多出界 既然大家这么喜欢栗子和Yuki 那我就满足你们 哈喽大家好 谢谢你们对我们的喜欢 接下来我们来回答你们的问题 Yuki怎么不在系统前录视频呢 因为我的岗位就是直播 之前也尝试过一些口播 然后我本人就是说带了一点口音 也很少出现在镜头面前 然后我们下一个问题 例子多大了 是正式工吗 我们俩都是04年的 然后不是正式工 是暑假工 以上就是我们的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App小伙伴 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或者想给我们提出的意见 请给我们私信评论一键三连 下一次的分享视频 我们会挑出有意思的问题 期待各位大家的观看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